我们来看下面的消息呢,由于中国民航国内的飞行员紧缺,一个多日以前的深圳航空公司到巴西招聘了40多名飞行员,那这也是目前中国国内规模最大的一次外籍飞行员的招聘行动。 到目前为止,已经有18名巴西飞行员到达深圳,那今天就让我们一起来认识一下这些外籍飞行员。 那另外,为什么中国的航空公司要不远万里的到国外去招聘飞行员呢?我们再来一起了解一下。 40名巴西飞行员是深航于6月10号到28号在巴西当地直接招聘的,他们都经过了体检、笔试、面试、模拟机考试等几道关口,并且在来到中国之前,都经过考试拿到了中国民航总局颁发的飞行许可证。 之所以这时候去巴西招收飞行员,是因为巴西最大的航空公司濒临破产,大批飞行员甚至机长面临失业。 这次招收的40名飞行员在巴西时全部是具有成熟飞行经验的机长。 深航支付给巴西飞行员的工资是每月8000美金左右。 如果说比这个成熟的机长或者是教授来看的话,应该是比他们多出了30,50多。 深航计划在下半年购买飞机8架 共需要机长50名 这次引进的40名巴西级机长 再加上深航从自己队伍中提拔的10名中国机长 正好补足了飞机数量增加带来的飞行员缺口 同时国内培养一个飞行员成长到机长要经过10年 从巴西引进的机长可以直接承担飞行任务 其实不但深航 飞行员紧缺是中国各航空公司目前面临的问题